遙控器外觀建構 首先先設定工作目錄 工作目錄好了之後 再來接下來我們用模型顯示裡面的圖像 那我們把之前給的兩張圖放進來 所以我們用新增 再來選Flang這個面方正式圖 從工作目錄裡面 把遙控器的正式圖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切到正式圖裡面 所以從Front View裡面 先選擇調整 然後選擇垂直 我們要定義的是它的高度 所以我們用垂直 把它調到最高點 然後再縮小 把它放到最低點 大約是最低點的地方 再來把它調到正中間 那這個就只能靠眼睛判斷 盡量是準確這樣子 那接下來點這個尺寸 它應該是200 那就根據你這個東西的設定 它的尺寸要多少就多少 那接下來把這個調整點掉之後 把位置做一下調整 把它放到 中間這個地方 那大概是對在中間 這樣子就OK 那接下來放第二張圖 這樣還沒完成 放第二張圖 所以新增裡面的 Right這個四圖 右側四圖 所以放Right 然後接下來工作目錄裡面 第二張圖進來 好那第二張圖進來 一樣旋轉 向右旋轉90度 好那我們再切到 右側四圖 那處理的方式跟剛剛都是一樣的 調整垂直 好那先把它 放到垂直的地方 好最低點的地方是在這裡 好那接下來放到最高點的地方 好那差不多是最高點 而且是在中間的位置 好那再來就要調尺寸 這個尺寸的話就是200 Enter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平移到 我們要的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點掉 好再來就開始做平移 好那一樣喔 底下是放在這個基準面上面 然後這個中間是最高點的地方 然後這個中間是最高點的地方 好差不多齁 好那這只能靠眼睛判斷齁 這個不要插太多就好 好 我可以再看一次 再過來一點齁 好差不多就好了 好這樣子完成了之後 我們旋轉一下四角的方向齁 看一下這兩點是不是接在一起 好就是 就是 同一個點齁 中間那個斷面的點是不是接在一起 好中間斷面是接在一起 好就OK 好這樣子我們就完成第一個步驟 好那第二個步驟的話 我們就從模型建構裡面去畫它的輪廓線 首先我們用草匯畫它的上市圖 好用from這個view來畫 sketch 好 換到平面上做草匯齁 好那做草匯的時候先畫圓弧 好那 先中心線齁 定義中心線 好再來圓弧 好圓弧的話 我們就拉成這個高度 好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圓弧 中心齁 用重合的指令 中心齁 用重合的指令 中心跟中心軸是重合的 讓它是對稱 好那再來拉底下的這一個 底下的這一個 我們用雲龜線 自由曲線的方式齁 好再來 好 拉到端點對稱的位置齁 中間鍵 好那再來 這個對稱的話 一樣齁 我們用對稱的指令 這個是對稱齁 對稱的指令 好那讓這個點跟這個點是對稱的 中間 對稱 好那接下來把這兩個點 接在一起 選這一個跟這一個 好那接下來 第二個是一樣齁 這一個跟這一個 好這樣OK之後 再來 這個等一下可能還需要調齁 所以我們先標尺寸 好這個應該是199.90 我們把它調成200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寬度 55 這55 好那其他的就看需要齁 有沒有需要調 如果沒有需要調 不用理他齁 好那再來這一個 我們選這個箭頭的這一個齁 選舉的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做一些微調 點的位置做一些微調 讓它的圓弧比較順一點 好那原則上這個圓弧應該是 不會太高齁 這個放在這個轉角處 好這樣子 差不多 好這樣OK了齁 那我們主要要尺寸是寬度 長度 這樣子 那再來就對稱性 好OK這樣子我們的外觀就完成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利用這個指令來畫它的測試的這個曲線 好所以接下來的就是我們要建構它的外觀齁 好這一個我們先用這個曲線 來畫 好那這個曲線的話我們用平面的曲線齁參照 好我們選這一個面 當作我們的繪圖面 因為我們要中間這個零線 好那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畫 然後用這一個 好那 繪圖面的話就是說 是它的Active Plan 就是它作用面 所以可以看得到它有網格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換到Right這個view上 來繪圖 稍微旋轉過一個 好先選第一個點齁 好第一個點的話應該是 好第一個點的話應該按Shift鍵齁 再來選這條線 上面的這條線它會有一個叉叉的點 好那再來 到右側試圖上面來 好那就照著這個點來瞄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好那再來就可以比較平緩一點的線齁 就可以比較遠一點再一個 好那通常就是 這樣子 布點的方式 好那最後結束點的時候一樣要Shift 好那這個是可調的點齁 大概就是我們做一下邊修 好這一個點的話它是這樣子齁 它是可調的 可以在這條線上 移動 好那第一個點的話它是一個叉叉點 就固定在這個地方這完全不能動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調某一些點 好那 好那 做一下點的調整 然後讓我們的 這個曲線更接近我們想要的 好那 一般來講齁 就是說你的彎曲如果越多的話 彎曲越多的話 你的點要越多 好 這樣子就完成第一條線 好那一樣齁 曲線的第二條線 好那 一樣回到這一個面來 好 旋轉一下角度看一下齁 好那 一樣是 Right這個view 當作我們的灰圖面 好那 再來 一樣是第一個點是這個齁 所以Shift鍵按這一個 所以剛剛如果沒有注意聽的 再一次齁 再來這一個點 好 Shift鍵按這條線 然後按這條線 參照齁 參照我們選這一個面 好 再來把這個點掉之後 選Shift鍵按這條線 好 那一樣有個叉叉的點 再來換到右側視圖 好 那再來瞄底下的這條線 好 那因為這條線 會比較平順一點 會比較好畫 好 這樣子 好 那在打勾之後 看一下這個線 有沒有需要做一下調整 好 那如果是端點的地方 你要調角度的話 可以這樣子 好 點端點 修改 然後去移動向量 稍微移動可以齁 好 那這一個我們稍微把它降下來一點 好 離開面比較遠的地方 就稍微下降一點齁 好 那再來 那再來 第二條線 好 那再來 第三個的話 就是這一個 側邊的這一個齁 如果以測試圖來看 就是這條線跟這條線 這是再來要畫的線齁 好 那再來要畫的線 我們點開這個 使用內部的平面 先建立基準面 好 這個基準面的話 就通過旁邊的這條直線 然後這條直線 再來跟 Front這一個面齁 這個時候要按Ctrl鍵才可以齁 一個是通過 一個是Ctrl鍵 按這個Front 好 那選 法項 就跟這個面垂直 跟Front這個面垂直 通過這條線 旁邊的邊緣線 好 那這一個自然就會變成Active Plan 就是它會做 會活動面 好 那Right這個View 先選 先選點齁 所以一樣是這個 然後活動面已經有了齁 所以我們就選 Shift鍵 選這一個線 它有一個叉叉的點 這個一樣開頭叉叉點 那手尾幾乎都是會固定的點 好 那再來 就切到優測試圖 開始點 好 那這個會比它低一點 Shift鍵 選這個基準面 好 那像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不對的齁 沒有鎖定點 所以再選一次齁 這個基準面 應該是在這條 這個面上 好 鎖定了之後 好 那再來打勾之後 做一下調整 好 那調整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 角度是可調的齁 稍微把它調大一點 不要太 不要太 太直立齁 太直立會有點問題 好 這個點我做一下調整 把它調過去一點 好 那這個有一個功能齁 各位可以參考 就是說 你可以選點之後把它刪掉 或者說你的點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滑鼠的右鍵 在空的地方齁 新增它的點 例如說我現在 這個地方點一點 新增點 或者是新增終點也可以 就在兩段線的中間 再加一個終點齁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做一下調整 好 那要記得讓曲線不要下凹 下凹的話 做出來的曲面就會凹齁齁 所以 這個地方可以再加一個點齁 這地方如果覺得不太漂亮的話 可以再新增一個點 好 那再調整 這個地方應該就是點不夠的關係齁 好 你可以把點刪除掉再加點 好 你可以把點刪除掉再加點 先增終點 好 然後再調整 好 然後再調整 就是說 這個是 有點是 平感覺齁 好 好 那這個點如果ok的話 我們稍微再調下來一點 好了 讓它有一個薄一點的感覺 好 好 這樣稍微調整齁 那點不要給太多 點如果給太多的話 曲線不會漂亮齁 好 這樣子 差不多就打勾齁齁 那再來 再做一次齁 一樣 是這一個 好 那 參考面一樣齁 是這一個 然後再來 再選 Shift鍵 再選這個端點 我們可以來一旁 我可以來一旁 一下 我可以來一旁 一下 來 按摩 一旁 一下 我們可以來一旁 一下 我們 一旁 好,這樣子 不對,選這鍵 這樣子 靠近短點的地方選 然後再來到右側式圖上面來 再畫一個 那以這個圖來講,通常就是 下面的線比較好畫,上面的線比較難畫 因為這彎曲比較多,比較容易拉得順 很平的線其實不好拉 最後就拉到這裡來 那像這一點錯掉就不對 選這個邊 選到靠近這條線 所以前面的這個有可能沒有接觸到 要再去檢查看看 好,那所以這樣子就完成 好,那完成之後再做一下調整 這個離得比較遠的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那這一條線 我們要編輯一下 這個端點是沒有接到的 所以我們 拉這個端點拉到底下 跟這個 接觸為止 好,就打勾 好,這樣子四條線就完成了 就打勾 好,那接下來再把這兩條線 進射到對面去 所以選這兩條 好 然後Ctrl鍵再選這一條 好,先選到它變成 先選第一個 第一次選的時候是特徵 再按一下 再選 變成比較粗的綠線的時候 它才是曲線 好,那這兩條曲線 再來做鏡像 然後選Ride這一個面 好,那鏡像過去之後是這一個 好,那如果假設你這點沒有接好的話 等一下曲面會見不出來 所以點有沒有接好 其實決定你這個東西的 好不好 好,那這樣打勾之後 檢視 然後到剛剛的這個圖像 這個地方 好,那第一個 我先選這一個面之後 把它隱藏 選這一個面之後把它隱藏 也就是說這圖暫時不會用到 我們就把它隱藏起來 好,那再來打勾 好,那到時候要打開的話 也可以再打開齁 只是說你要記得是哪 哪一個面齁 才有把它選面再去打開 好,再來造型的曲線 好,那造型的曲線 我們現在是作用面在這一個 剛好就不用調整 好,那我要選這段線 所以Shift 好,第一條線 好,第二條線 好,再來第三條線 好,這樣子彎曲的曲線 好,打勾之後 第二條線 一樣是這個會圖面就OK 好,第一條線 一條線 一條線在哪裡 這裡 第二條 第三條 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應該是 一個是 這樣子彎 一個是這樣子彎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形狀 來打勾就完成了 好,那再來 打勾 好,這樣子曲線完成齁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建曲面齁 那 曲面的話我用這一個來做 造型曲面齁 好,那造型曲面的話 用這個曲面來做的話就是 它這個是先選邊緣 邊緣再選中間的線 好,所以邊緣的線是這個齁 所以第一條 第二條 然後再來Ctrl鍵要按著齁 3 再來4 4 4 好,那如果這個地方你出不來的話 表示你這角落的點有沒有接好的 好,再來選這個中間的線 中間的線是只有這個0線 好,所以這樣子就完成這個曲面 好,那再來再做一個 就底下的這個齁 一樣是曲面 好,先選外圍的 1 然後2 2 再來 3 然後 再來底下這一條 4 好,一樣曲面建得出來 再來選中間的0線 控制它中間的這個曲度 好,這樣子就完成 好,這樣子就可以打勾完成這個動作 好,那上跟下的曲面這樣子就建好了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tyle關起來 好,建好曲面的結果 好,那建完曲面之後再來我們要掌實體 好,那 所以我們從這一個 隱身齁 那我們先選這一個 草繪 然後選隱身的指令 好,那隱身到什麼地方齁 我們看一下 從上面的話就是隱身至所選的曲面 這一個 好,那到底下也是一樣 隱身至所選的曲面 選底下這個面 好,這樣子就可以 好,那再來打勾 好,那打勾完了之後把這個曲面 隱藏起來 好,上面的這個曲面隱藏起來 這樣子 我們這一個的外觀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加一下圓角齁 好,那圓角加這一個跟這一個 好,那理論上側邊的這一個要加 打勾角齁 那因為現在初學 所以我們就沒有加了 好,再來打圓角 這個 這個 好,那這圓角的話我們就給3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這樣子外觀完成了 好,這樣子外觀完成了